這宗是小鳳姐的 因為在黑赤大橋附近 它有個油庫又好爆 這宗又是搞笑的 又是你去看莫斯科的新聞 就會說得清楚一點 他們亦在今天星期三早上 在俄羅斯附近的一個村莊 叫旭爾納 一個燃料庫 又是一夜之間著火的 這條村很接近 就是克里米亞半島的橋 很接近 說回Kurch那邊 黑赤那邊 他們的州長就說 這次是旭爾納這條村 Volna Volna這條村 有一個原油 他們的倉庫就穿了火 火災的嚴重程度 是最高級別 即是五級大火 即是我們香港這樣叫 三級火都比少 就真的燒到含含聲的五級火 燒到怎樣呢 燒到東西燒完就會搞定 即是沒得救 你通常怎樣呢 通常你就隔開 因為你沒得救 即是長褲沒得救 你把所有東西隔開了 就算了 對 因為你沒得救 現在的情況 應該只能夠阻止火勢蔓延 那你說要做到什麼其他去撲救工作 就很難 即是又是那句 那些油燒完就會自己關掉 根據初步的訊息 就沒有人員的傷亡 但是他也沒有說到 在附近的民居 有沒有構成一些威脅 這個也是俄羅斯一貫的作風 他也不會跟你說的 我們相信在附近 正常 如果放到油庫在那裡 就應該沒有什麼民居 但是就真的不知道 那邊的情況的組成是怎樣 避免大火蔓延 只能夠 這個其實 看照片 他們都在那個橋附近 有個地區 有個煙 他散了出來 這樣的情況 只能這麼說 其實現在克利米亞 那個攻勢 都是一浪之一浪的 對吧 大家之前都看到 包括在星期六軍事 我們說在塞帆港附近 當時有個油庫爆 大家應該都還很記得 那個油庫爆 大家都相信 可能是受到無銀機的攻擊 我們都說過 應該最少有四架的無銀機 當時就攻擊 攻擊到 然後就 變成情況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情況 有些報道就說 就不是四個那麼少 就是有更加多的 無銀機當時 就是攻擊這個 克利米亞的油庫 所以你會觀察到 最近在這些地方 克利米亞 包括我們說的油庫 彈藥庫 都應該是會受到猛烈的攻擊 當然我們都不禁要問 就是其實 現在烏克蘭 他去修復 克利米亞的決心是如何 大家也都會觀察到 就是 來自他們的國防部長 列治尼科夫 其實他之前都有說過 他說到 修復克利米亞是必定的 不過西方克利米亞 是不是等於 一定要狂轟濫炸 一定要主動出擊去打呢 其實也不一定 即是不一定 即是現在最好的戰術 其實反而可能是包圍 包圍克利米亞的情況 可能就是對整個戰局 是最好的做法 我們稱為為為而不公 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戰略 即是第一 對那個損失比較少 第二 就 少了那個正面對抗 始終是兵空戰危 我們說到 但是要做到這樣 其實 你是要把克利米亞整個島 是包到不透風 那如果你要把克利米亞 包到不透風 即是說你現在的攻勢 你首先 是應該要修復了 克爾松的地區 那修復了克爾松之外 也都應該要修復了 雜波羅爾附近的地區 你才能夠進一步 去將他們的包圍網 即是包得夠徹底 所以很明顯 即是來近 就 我們說到 克爾松的左岸 即是東岸這邊 和澤波羅爾 如果去進攻這些地區 當然都需要一些時間 但如果能夠修復 例如我們說 梅尼托波爾的地區 別以光斯克的地區 然後克爾松那邊 即是如果可以打到 去接讓克里米亞的邊境 的話 對來近的反攻 就會更加好 反而去到 克里米亞的邊界的時候 反而就不需要這麼心急 立即組織那個攻勢 立即反而就要將 這些的邊界 即是800英里這些位置 即是你說頓巴斯、克爾松這些位置 即是重新去設計 如果真的打到近 即是我們說 將這條綠橋拿回 應該要將 就是俄羅斯 即是可能他在 最前線就是馬里乎波爾 他能夠供應到 克里米亞附近的 所有的部級截斷 要部級截斷 第一就是 不讓他走綠橋 第二就是不讓他走黑尺大橋 第三就是不讓他由 阿速海提供補級 去到克里米亞的地區 阿速海 跟大家說過 其實主要控制的城市 應該是馬里乎波爾 所以如果 馬里乎波爾最後都逆手 如果是被烏克蘭收復了 基本上整個阿速海的控制權 又會重新歸入烏克蘭 所以馬里乎波爾 其實這個地方 除了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之前 那個固守之外 回復他對阿速海的 戰略地位 都一個大的提升 如果可以斷了阿速海的供應 最後就指勝於克赤大橋 而克赤大橋 大家清楚 現在連附近的油庫 都是一個警告 先炸你一轉 即是說 接下來 克赤大橋很可能 又會再次受到襲擊 受到這個襲擊的話 會令到最後 克里米亞 陷入一個孤立無緩的境界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居民的情況 應該怎樣處理呢 如果你是屬於 心向著烏克蘭的 你當然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光復國家的機會 終於到了 但是如果你說 本身是親俄羅斯人 可能你真的要想一想 這次如果再把克里米亞 隔絕去包圍 又會有點像之前 在赫爾松的地區 包括將他們當地 那些軍事的設施 那些補給全部打斷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都會相當難受 在這麽難受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到時要撤出 克里米亞呢 似乎阿蘭想再複製一次 他們在11月11日 重新光復 下跌重的戰術 即是如果你要在 克里米亞硬碰硬 因為他們有很多 俄羅斯的軍事設施 要塞化了整個 克里米亞半島 你要跟他硬碰硬 損傷一定是無數的 但如果能夠聰明地 令到他們不戰而推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高深的戰略 但當然要做到這樣 你真的要遍地開化 將他們很多的 supply 都打斷才行 亦都包括瞄準他們的機場攻擊 他們最近都仍然未獲得 這個ATACMS 即是他們說到遠程飛彈的打擊 暫時都是沒有的 即是來自烏克蘭這邊 都是欠缺ATACMS 這支長程飛彈的攻擊 但如果你說海馬斯 現在一步步走進去 可以不可以呢 都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相信 烏克蘭接下來 會狂攻克里米亞的情況 不會出現 是不會出現的 反而是圍著包圍 封鎖他們的情況 會比較多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說到黑海艦隊 黑海艦隊當然都可以掩護 克里米亞的情況 所以到時會不會有 一些反艦飛彈的活躍 包括如果可以抵達到 克里米亞的前線 到時去部署更多的反艦飛彈 包括魚叉 包括海王星這些 這些反艦飛彈 將它瞄準黑海艦隊 在他們附近出現的時候 將他們打擊 令到海防上 都沒有一個位置可以走到 即是你不可能在海上 防衛到他們的陸上設施 包括塞凡港 塞凡港絕對是一個 接下來應該是 飽受攻擊力的目標 所以能夠預期 在克里米亞 比較重火力的打擊 就會在塞凡港 以及黑赤大橋這一邊 所以這次的 黑赤大橋這一邊 柔庫著火 很可能是一個先兆 接下來要攻打 那幾個捷點 其實都已經很清楚 勾畫了給大家看 就是那個 唯而不公的戰術 其實現在都相當明顯 可以讓大家看得到 這個絕對高的戰術 即是很高很高的戰術 以及這一場仗 烏克蘭都要透過很多 新的戰術 例如我們說 無人機 他們都要操控很多 無人機 去實施不同的戰術 即是包括 去攻擊對方的裝甲部隊 去收集情報 等等 那些的任務 在一個 我們說的 大部隊 即是這麼落後的情況之下 善用這個無人機戰術 也是這次 烏克蘭可以出其制勝的方略之一